我們前面把雙職業植物的草本金介紹完畢了 我們接下來繼續介紹雙職業植物 那次介紹的是木本金 好 那我們先講它的解剖結構 這個木本金從外道內分三個區域 這三個區域跟前面的好像 但是你會發現名詞完全不一樣了 木本金很純粗 它最下面叫樹皮 再來是維根部形成 再來就是裡面的木植布 好怪喔 直接跳那麼遠 木植布 那鋪皮布去哪了 鋪皮布在樹皮裡面 所以因為它結構太大 就直接簡單的分三層 好 那樹皮呢 我們再仔細看它的細節 樹皮可分為比較外面叫硬樹皮 因為這些都是死細胞 死細胞壁很厚都很硬 好 死樹皮包含 可能還有一些表皮殘留 表皮可能都死了就不見了 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有殘留 好 表皮然後有木酸層 木酸層就是一群真厚的細胞壁很厚 它的細胞壁叫木酸層 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好 這些都是死細胞 好 這是硬樹皮 但是往裡面走呢 這軟樹皮代表它是活細胞 活細胞會比較軟 好 包含了 木酸形成層 綠皮層 皮層 出生任皮膚 赤生任皮膚 就合成任皮膚了 好的 所以這就是樹皮的成分 樹皮從外道內有硬樹皮跟軟樹皮 硬樹皮是死掉的細胞 可能是殘餘的表皮 還有所謂的木酸層 那軟樹皮就是木酸形成層 還有皮層 皮層朝外 還可以行光合作用的加綠皮層 所以它有可能會死掉 有可能會不見 如果樹皮很厚了 這外面的木酸層很厚了 遮住的陽光 綠皮層就會消失 那綠皮層屬於皮層 可行光合作用的皮層加綠皮層 不能行光合作用的皮層加綠皮層 不能行光合作用的皮層加綠皮層 外面的木酸層 外面的木酸形成層 跟木酸形成向外分裂形成的木酸層 木酸層的外面就是殘餘的表皮 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畫個示意圖 假設這是一個小樹 它是草本植物 外面有它的表皮在外面 今天我長胖了 我變木本了 表皮生長速度沒那麼快 表皮馬上被撐破 所以樹長大 草本變木本 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表皮細胞分裂的不夠快 被撐破了 表皮破了 不就病原體入侵水分散層還得了啊 所以這時候你的皮層 會長出一群叫做木酸形成層的細胞 木酸形成層向外分裂 分化形成木酸層 木酸層就往外面堵起來 木酸層就是一般軟木塞的材質 它把樹包起來 防止病原體入侵 防止水分散層 這時候就由木酸層取代了表皮 形成硬樹皮 所以軟樹皮就是 木酸形成層 再往裡面是任皮層 這樣 任皮層 木酸形成層 就是軟樹皮 木酸形成層 向外形成木酸層 這個是我們看到 雙子葉植物層 木本性的狀態 再往裡面走 就是我們直接學過的 尾管座形成層 再往裡面走是木層層 為什麼木層層層可以獨立出來 以前都混在中柱裡 因為木本性的木質部超大 大到你把它跟別人合併 都怪怪的 因為它中間都是木層 整棵樹的樹幹 全部都是木層 木質部好大 木質部再分為 比較靠邊邊的叫邊材 比較靠中心的叫辛材 那我們的年輪有夠為早餐和晚餐 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回來看什麼呢 木本晶會變木本晶 但它不是出生就是木本晶 它剛從種子萌發之後 它一開始是草本晶的 那草本晶如何變成木本晶 我們就要回到草本晶這裡來看 各位這是我們剛剛看的草本晶 是草本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當這個食物的草本晶 它決定要長胖了 它的尾管樹裡面 不是有所謂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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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有所謂的尾管樹形成層 我把尾管樹形成層畫出來給大家看 尾管樹形成層畫出來給大家看 尾管樹形成層在這裡 好小看不清楚對不對 好 就在這裡畫出來 這些尾管樹形成層就會開始 向內分裂形成木質部 向外分裂形成任品部 橫向分裂 讓它們相同 連在一起 一旦這些尾管樹形成層相同之後 就可以努力的向內分裂形成木質部 木質部開始形成 一邊形成一邊往裡面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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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裡面的水就擠到沒有了 所以一個成熟的木質部 它的水被木質部擠到沒有了 死光了 最後會合一 然後繼續長出 然後向外分裂形成任皮部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用藍色 對 那皮部 好 不斷長大 那皮層那還在 皮層我有個紅色的就好 不斷撐到之後 發現表皮被撐過怎麼辦 沒關係 我的皮層分化出一層 這邊就是化成黃色的 就是木栓形成層 木栓形成層 向外分裂 繼續形成新的木栓層在外面 化在這外面 好 你現在看這個結構 是不是外面叫樹皮 再來是形成層 在裡面是木質部 那不就是木根植物的三層 樹皮 木根植物形成層 以及木質部 由草本長成木本 以上就是木本植物怎麼來的說法 我們繼續看圖說故事 先看它的表面 一開始你是草本植物的時候 這是表皮 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皮層 靠外面的皮層 如果有葉綠體 就叫綠皮層 好的 當我要長大了 我的一部分的皮層細胞 會變成木栓形成層 木栓形成層 向外分裂形成木栓細胞 木栓細胞變厚 死掉了 它是死細胞 那你不斷分裂 你的木栓層就越來越厚 厚到什麼程度 連表皮層都不見了 你就留下木栓層 所以木栓層是取代表皮 來保護植物精的構造 木栓層往內就是木栓形成 木栓形成下面就是皮層 皮層如果還有綠皮層就是綠皮層 各位啊 這就是我們的樹皮的狀態 再多畫一個 那你嫩皮部呢 這就是嫩皮部 這就是嫩皮部 寫個嫩 好啦 那這就是樹皮囉 就是表皮加木栓層 叫做硬樹皮 再往裡面走 木栓形成層皮層及嫩皮部 叫做軟樹皮 這些都是樹皮 都在植物的草本經的外面的細胞 發生的改變 好啦 那我們來看旁邊這裡 這就是木栓層 木栓層通常是用 比較偏橘色的 木栓層好厚 好多好多的木栓層 厚到什麼程度 它會省得太快破裂 破裂後形成皮孔 皮孔是負責吸收氧氣 做有氧呼吸之用的 有氧呼吸 讓氧氣可以進入 不然裡面的活細胞都沒有氧氣 對不對 再往裡面走是皮層 再往裡面走是嫩皮部 再往裡面走是木植部 這些層當中 這就是所謂的樹皮 這邊是木植部 怎麼少一層 維管路先生 我現在要表給大家看 好的 這邊有一層薄薄的細胞 這一層叫微管素形成層 這邊再畫一層細胞 在這邊 差掉了 木栓層太厚了 這邊再畫一層細胞 我現在畫的這兩層 鮮黃色的細胞 都是分身組織 其中 微管素形成層 向內分裂形成木植部 向外分裂形成任務 而木栓形成層 向外分裂形成木栓層 此時出現了兩層的 赤身分身組織 靠內這一層是各位熟悉的 微管木栓層 在樹皮裡面的是 木栓形成層 好到這停一下一下 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的分身組織 學了五種了 出生分身組織 種植物化是 金頂與根間 兩個人 接下來是微管素形成層 木栓形成層 別忘了還有根的 周翹 向外分裂形成枝根 好我們至少到目前為止 學了五種植物的分身組織 金頂與根間 讓植物長高屬於初級分身組織 微管素形成層 木栓形成層與周翹很像發展上植物長胖的 是次級分身組織 以上這是我們對 雙子葉植物的部分金 從外到內的說法 那我們來看這個 四翼圖 這個圖也畫得不錯 表皮可能不在了 所以這個圖沒有畫表皮 最外面就是木栓層 木栓層裡面就是木栓形成 在裡面就是皮層 在裡面就是任皮層 好這些叫做樹皮 其中木栓層叫做硬樹皮 它是死細胞 再往裡面走這三層 叫做軟樹皮 是活細胞所以摸起來比較軟 再往裡面就是木栓形成層 再往裡面就是木栓層了 所以分為三大層 1.樹皮 2.木栓形成層 3.任皮層 搞定 這就是木本植物的 從外到內分為三大層的一個 跟前面的草本性不一樣 主要是因為 木栓木太大了 它沒有辦法併在別人上面 因為它太大了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木材 首先呢這個圖超不容易理解 所以我要給大家看一下怎麼理解 我現在用那個螢光黃 我現在畫了這個 就是圍管塑形成層 很薄 圍管塑形成層以內就是木質布 木質布靠外面一點的顏色是比較淺 叫做邊材 靠裡面的叫心材 好其中邊材為什麼顏色淺 因為它的細胞是大大的後臂細胞 負責運輸水分跟無極鹽 水跟IOM就是離子再多運輸 心材為什麼顏色深 因為這些管道都被擠壓擠壓擠扁了 吸管擠扁之後 沒辦法運輸水 所以心材只有支持的功能 沒有運輸的功能了被擠扁了 吸管被壓扁了 所以一個木管機真正在運輸水分無極鹽的 只有邊材 心材已經沒有運輸的功能 它只有支持的功能 你特別注意一下這個現象 心材不運輸的 邊材才有運輸的功能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的千年大樹老樹神木 明明被雷劈被蟲蛀 他的大樹的中央都鑄掉 其實大樹洞還能活得很好 因為他的邊材還在啊 木質布還有功能 另外還有看什麼呢 你仔細看不論是邊材還是心材 仔細看都有顏色深顏色淺 顏色深顏色淺的區分 放大來看 顏色深的是因為他的細胞幣很厚 細胞比較小 顏色淺的是細胞比較大 細胞幣比較薄 通常這個細胞 看起來比較深的這個叫做晚材 指的是你在比較冷的時候 所生長的階段 這個早材呢比較大 然後細胞幣比較薄 這是在比較溫暖的時候 所生長的 好當天氣溫暖的時候 細胞長的快 代謝比較快 細胞長的很肥大 細胞幣就會比較薄 然後細胞很大 所以這時候切片 看起來顏色比較淺 但如果是在秋天冬天 顏色比較冷 就會看起來比較厚 所以我們這邊所講的 早材晚材 早材就是指比較溫暖的時候 晚就是指春夏 晚材是指秋冬 但是早期的課本 有這樣的說法 叫做我們的早材跟晚材 早材又叫做春材 然後晚材又叫做秋材 沒有人叫做夏材 因為這是來自於歐洲的說法 在歐洲夏天的尾巴 就已經很冷了 四季分別的地方 那什麼時候比較溫暖呢 是春天中間到夏天的中間 所以會叫它春材 春材是溫暖的 夏材是冷的 它只是夏末 那這樣在台灣不合用 所以我這邊就寫成早材與晚材 早材就是比較溫暖的時候 那晚材就是比較寒冷的時候 因為我們台灣幾乎四季如春 所以比較沒那麼明顯 好了以上就把什麼叫做 新材與鞭材 什麼叫早材與晚材 介紹一下 早材與晚材 早材是溫暖的季節 晚材是寒冷的季節 溫暖季節加寒冷季節 不就是一年四季嗎 所以一個早材一個春材一個文路 就是一年 所以才叫它年倫 就叫它年倫 既然講到年倫 你要注意到 在我們北淡球是秋冬年倫是深的 春夏年倫是淡的 但南方球是顛倒的 還有什麼好玩的點呢 請看這邊 以新材的這個地方就是它中心 它中心 你會發現這邊比較長 這邊比較短 這可以說什麼東西呢 這個方向就是南方 當然前提我要知道了 這個樹是北淡球砍下來的 因為北淡球陽光偏南方 所以南方這邊 朝向南方的陽光會比較濃 生長會比較快 這是野外求生 換在方向的方法 我們有指南針 我們在東西南北 砍一棵樹 看它年輪哪邊比較長 那邊就是北淡球的南方 因為北回歸縣以北 就算是夏天 太陽也是偏南方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 這是雙子葉植物木本金 我們介紹到牧植物的新材與變材 好 那我們來看實際照片 這是松樹的橫切 這邊紅紅都是木植物 外面這個綠綠的都韌皮布 因為樹皮看不到 韌皮布寫清楚 韌皮布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這棵樹其實年齡不大 大概一年兩年 這邊有些季節不大 三年 它可能大概四五歲大 中間這邊的水還在 所以這是個六小的松樹 它的水還在 還沒有完全變很大的木本植物 就拿來做切片 所以它是水還在 所以證明它以前是草本植物 水還在 那這邊就是 這個界線 就是微拐樹形成層 往內分裂形成木植物 往外分裂形成 這個綠綠的都是韌皮布 好啦我們就以松樹為例子 介紹松植植物的木本植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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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